纵使休旅车现在卖得非常的好 不过房车仍然有着相当强烈的吸引力 因此豪华品牌的房车 是不少人所锁定的目标 所以各家的豪华品牌的车厂 也纷纷推出了较为亲民的入门车款 来抢工市场 如果观众朋友你近期想要找一台 能够轻松入手的豪华房车的话 这一集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首先我们先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 其实宾市在今年的10月 推出了一款全新的A-Class的Sedan 同时它被定义为是入门的车款 但是以这款车来说 它可以说是你以最少的预算 可以入手的三芒星的车款 虽然它被定义为入门的车款 可是它一点都不入门 对不对 艾达 应该这样说 以往如果你要买宾市这个品牌 四门房车 最小的就是C系列 那么现在A系列的四门房车 Sedan推出之后 也就是你想要买宾市车 最小一款四门房车 就是现在这一台A-Class 没错 有违乡的 对 而且其实我记得前几年 我们在谈国产与进口的死亡交叉 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在讲 豪华品牌以往到200多 300多你才能够入手 对不对 那它开始现在推出了这种 所谓比较清明的 这个售价比较清明的车款之后 当然车格整体会来说 缩小一点点 那大家开始消费者意识到 我只要花100多万 好像就是一台这个 三芒星 对 进口的 尤其又是进口的德国品牌 欧洲车 我只要花100多万 我就可以买到一台这样子的车子 也不需要去买到这么大的一台 什么大型的豪华房车 也是要百万出头 我加一点好像可以买宾室 感觉 这个大家 这个兴趣度比较高一点 那事实上也证明了 其实我们看到 A Class的上一代 之前我们看到 它在台湾的一个销售 可以说是获得了一个空前的成功 对不对 那么后来 它其实在全球也都卖得非常好 那么后来 现在新世代的这个A Class 也推出了什么 有屁股的四门房车 不过前一阵子我们还在试那个 CLA的时候 我就说这两台车的调性 实在是有够像的 当然因为CLA 它是属于Forto Coupe这样子一个车型 我说如果你要买有窗框的 就买A Class Sedan 如果你要买没窗框的 你就买CLA好了 那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一台 这个现场目前这一台是A200 A200的一个车型 A200标准型的一个售价 大概在180万左右 你说亲不亲民 好像也要接近二 但是它入门的车款来说 是160出头 A180的话 只要160万的一个基础售价 当然我们知道 宾市的车型 它有非常多的一个选配 如果以现场这一台A200来说 180万 你是买不到现在这样子的车子 因为这台车选配的是一个 AMG Lite的套件 是不是 对 所以外观上面更加硬动化 它的前面的保桿就更具有侵略性 而且在车侧的部分 你看到它保桿侧边 还有一个进气口 对不对 对 然后你看旅圈 也是新世代的AMG的一个旅圈 尺寸稍微也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还有到后面你会发觉 它后半截的玻璃 跟后档玻璃 这B柱以后是黑色的 表示什么 它有选了夜色套件 夜色套件 包含它的窗框 然后后视镜 它的水箱护照 这里部分也都是黑色的 这个是夜色套件的一个 比较不同的一个设立 然后你看它还有 这个大面积的全景天窗 假如你要买到现场 这样的一台A200的话 已经售价要超过 200万新台币了 加了黑色套件 这个AMG的话 加了AMG Lite 加了夜色套件 就已经超过 200万新台币的一个这个售价 所以观众朋友们 可能会觉得很纳闷 那200万 它算是入门 但是也付200 可以买C180 对不对 可以买C180 它整体车格 比A-Class就大了一些些 那当然 你现在走进展示中心 你去跟它买那个C180 我跟你讲 杀一杀 不用200万就买到了 可是在外观上面 也就不一样 因为你C180 就是买到最入门的 没有 因为180万的A200 也是入门款的 也没有AMG Lite 所以其实 我们一直在讲说 车型越来越多的一个状况 对消费者来而言 是一个好事 对 相对也会有选择障碍 对车商来说 你看看这个A-Class的 Sedan的这个车格 跟这个售价 刚好打到他自己同门的 这个C-Class的这个小老哥 对不对 所以车型多 对消费者是好事 可是对车商来说 却是一个梦见 因为整体市场的大饼 就是这么大 以台湾来说 一年就是42万辆 它并没有卖得更多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说以前走进展示中心 你要买宾式车 只有CES三种车 现在1234567 各式各样的太多 太多种车型了 那它的整体素材 还是这样的状况之下 当然有共同的一个底盘开发 可是你看外观 内装 还有这么多的选择 AMG Lite的 这不同的车型外观 其实对车商而言 它的开发成本 只有总体的底盘的大 一整个世代的新世代底盘 的一个开发成本是降低 可是对于车型而言 车商反而必须要投入 更多的资金以及成本 那当然既然它是新世代的车型 它还是有它很强项的地方 对 尤其在内装的部分 对 内装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年轻化 那它有什么MVUX 有这个两个大荧幕 有Hey Mercedes 然后甚至你可以 连接它的APP 可以去观察车辆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都是现在 新世代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包含我 因为我也是年轻人 其实我平常听说 我看到这样一个 A sedan这样一个车型 我认为它比CLA好看 而且CLA价格还比较贵一点 因为CLA的定位的这个车格 定位在原厂自己定位上面 是比A sedan 要稍微再高一点点的一个极具 那你看它整体车身的这个线条 设计得非常好 尤其是多了一个这个屁股 很多人喜欢先背车 像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有屁股的这个车型 因为房车来说 它后行李箱的空间 可能也会 就是你可以装载东西也比较多 还有乘坐的空间上来讲 我们是不是给观众朋友示范一下 是啊 即使它是A class 对不对 是 坐到后座 没错 所以请冠宇呢 我们来最主要 以前大家诟病的这个A class 后座的空间特别小 哎呀 我想问一下 行李箱的A class 它是不是车格有放大一点 有大一点点 有大一点点 对 除了它的行李箱 比起以往的A class大非常多之外 观伟你现在可以请到后座坐 刚刚我在驾驶座调了我的位置 你会发觉 其实它并没有你想象过那么小 我是小矮人吗 不是 其实观伟你很高 可是你会发觉 它后座的乘坐空间表现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是耶 没错 有点超乎想象 对 超乎你的想象 对 包含它的腿部空间 甚至我们要知道 这个车子是有一点点溜背 向下延伸的屋顶 可是对于你的头部 却不会有任何的压迫感 头部空间其实还有一个拳头 加上三个指头 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欧系房车在设计上面 表现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对 而且它包括内装整个质感 其实真的 没有说像大家讲的说 A class算是住门车款 可是它就会比较阳醇 没有 是 没错 当然AMG Lite的车型 你看它的座椅上面 它用了大量的皮革 红色的车缝线 包含你乘坐的那块位置 两侧是皮革 中央是类脊皮 这种Agentara的材质 所以它营造出不同多样化的 一个氛围 但是还是要请冠宜再下车一下 冠宜坐坐看前座 但是艾戴我先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 它感觉好像有一项前座椅的 应该叫做腿靠是不是 它提供的前后座乘客 都非常不错的一个大腿部的一个支撑 而且它在椅面 你看它两侧其实是比较像内收的 便利你的这个进出不会影响到你的大腿 可以提供两侧的一个支撑度 可是前方却向上延伸 向前拉长提供大腿的一个支撑 接下来我找前座的地方 前座去坐看看 给大家看一下 是 前座的部分我想观众 一定就非常的熟悉了 对不对 是 没错 可是我必须要讲 现在新世代宾室这个底盘 它的前驱车型的一个设计 你就会发觉 我觉得有一点我很不习惯 就是如果以它同级的竞争 我们先不管它是四门房车 或是五门的先备车 我记得我前一阵子试了 这个新的BMW的E系列 它的油门踏板 虽然它已经改踩前驱了 可是它的油门踏板 还是传统这种立柱式 向下踩的油门踏板 可是你看 现在新世代宾室的这个油门踏板 它变得跟日本车一样 没错 它是上悬的 它是上悬 如果你长久的时间开起来 你会觉得比较踩踏的感受 但是这个是个人习惯上的一个问题 会比较有一些不一样的氛围 你觉得你到底是在开欧洲车 还是在开日本车 不过整体的操作界面 它非常非常的冰势 而且它也有两个连起来的画面 就是真的是新世代的设计 没错 那这个方向盘下面是平靶式的 平靶跑车式 因为这台车选了AMG Line 所以它就有这个 外观以及内装 都是AMG Line的一个氛围 包含你看 像我自己的车型 也是AMG Line的车型 可是我的方向盘还没有车红线 我的这个皮革也没有车红线 所以这些东西要加钱 那